没有 那你发好几次微信 我只是 地灵的目光扫过桌边众人 闲得无聊 想和你聊几句 你在上什么课 闲得无聊 会议桌边一众董事高层 机遇吐血 他们的世界 可是按秒算的好不好 陆文青站在旁边 终于明白 原来自家boss 让他每隔一小时提醒一次 是在提醒他给军青发微信 军青并不知道 电话那头十几位弟是董事高层 正在等地灵打电话 刚刚上的是西方音乐史 老师刚讲到西方文艺复兴 弥撒曲什么的 听上去似乎很有意思 怎么会 无聊死了 什么圣母院弥撒曲 安魂曲 我都要听睡着了 这些教会的老头 烦死了 没事写那么多破曲子 我还要背都是哪一年写的 地灵握着手机 认真倾听 不时搭一两句话 好让他可以继续说下去 心理学书上写得很清楚 和女孩子聊天最重要的一点 学会倾听 军青在电话那头吐槽 地灵就在这边静静听 众董事高层默默等 直到 时间到了 我先回去上课 四个我们回头聊 好 地灵听着 他把电话挂断 将手机塞回口袋 继续开会 上完课之后 已经是中午时分 军青来到音乐剧社活动室 几个人先后赶到 军青将准备好的文件交给几人 今天大家就别去食堂了 中午我请客 话音刚落 房门已经人扣响 小宋起身跑过去拉开门 三个宋餐员驴罐而入 将手中大包小包的东西 整齐的码放到桌边上 还不忘替几人摆上一次性餐具 看到纸带上 京城九号院 得标识 和思韵顿时惊呼出声 社长 您这也太破费了吧 京城九号院 这可是帝都最上等的私房菜 我听说这家私房菜 从来不外卖的 社长 你怎么做到的 军青比众人还惊讶 他这午餐还没定呢 怎么就送过来 正要询问送餐员 是不是送错了 手机震动 帝灵的微信再一次发过来 午饭我请 原来 是四哥呀 谢谢四哥 军青笑着回复 最后还不忘加了一个 抱住猛青的表情 手机沉默了几分钟 军青以为帝灵不会回复的时候 他的回复又来了 没有字 只有一个表情 丑丑的小人 两手拼成星形 下面还有一行字 爱你哦 天 军青眨眨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抿着唇 他笑着输入几个字 按下回复 信号那头 地势大楼 总裁办公室内 男人手中的手机 微微震动 收到一条回复 四哥 我也爱你哦 地灵捶着睫毛 注视着屏幕上的回复 眼角弯起 将地灵的表情收在眼里 办公桌前站着的销售总监 后背的冷汗 冒得越发厉害 地总 这次是我一时疏忽 我向您保证 没有下次 绝对没有 您怎么罚我都行 啪 地灵抬手将表格摔过来 重做 没有被骂的狗血淋头 没有扣工资 没有扣奖金 重做这就完了 销售部总监捧着文件 走出总裁办 抬手擦一把额脚的冷汗 这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 这位爷今儿这是遇到什么喜事 这么扇心大发 接下来的几天 军青越发感觉到自家四哥的异样 早上出门前 或是会抱抱他 或是会摸摸他的脸 然后轻他一下再走 晚上若是他还没睡 他也一定会到他房间看看 给他一个晚安文 尤其让军青奇怪的是 明明每天他都忙到很晚才回来 有时候他甚至都等不到他回来就睡着 他在白天却有大把的时间和他微信聊天 这个一向寡言的男人 与他聊的话题也是十分丰富 从最近的天气聊到学校食堂的午餐 甚至还和他讨论过一次 最近热播的电影和网剧 周四下午 从学校回来 军青刚刚走进门厅 管家就迎过来 吴小姐 明星车子的钥匙 我要用一下 车厢方面 要帮您更换一下新的车子牌照 上一次买的跑车 军青是直接从展厅开过来 车辆是注册在车行老板的名下 这几天 对方正在帮着他办理过户手续 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拍照片 因此需要用到车钥匙 帝林怕他乱开车不安全 之前就已经把他的车钥匙收走 钥匙在四个房间 我去拿 军青迈不上楼 走进帝林的卧室 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从里面翻出车钥匙 注意到下层抽屉没有关好 他拉开抽屉 想要帮他整理一下里面的东西 抽屉拉开 一眼就看到里面放着的书 爱的五种语言 军青失效 有没有搞错 四哥还会看这种书 他伸手将里面的几本书一起抽出来 想要帮他把抽屉整理好 每本书上都有大量的折业 爱的语言之一 肯定的言语 要夸他 多赞美他 可以是衣服 发型或他的功课 注视着书页上的字迹 军青惊讶地瞪大眼睛 四哥竟然在研究这些 难道他 心脏控制不住地狂跳起来 他努力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翻到后面的折叶 一页一页地翻看 爱的语言之舞 身体的接触 保持与他的亲密 每天抱抱他 亲亲他 让他适应你的亲近 不要急 慢点来 四哥 这是在追他 放下手中的书 军青再翻开 那本女性心理学 同样是密密麻麻的批注 多倾听 找到他感兴趣的话题 不要说你那些无聊的工作 找到和他的共同语言 年轻女孩喜欢聊的话题 里面还加着几页打印纸 整理着最近热播的电影 和网剧等待 甚至还有最近流行的网络用语 上面的那几部电影 正是蒂灵今天下午 和他聊过的 一念至此 军青将书抱在怀里 喜悦得几乎无法自视 他的大木头 终于开窃了 楼下 有引擎声传来 军青心下一惊 以最快的速度 整理起几本书 塞回抽屉 想了想 又把最上面一本 故意弄歪 将床单拉平 伪装成没有人动过的样子 抓起车钥匙 军青脚步欢快地下楼 行过电梯厅 果然见蒂灵从车上钻出来 看到他 他俊脸的表情明显温和几分 四哥 军青笑着跳下台阶 今天怎么这么早 蒂灵语气淡淡的 工作不多 陆文青站在旁边 默默地听着 BOSS睁眼说瞎话 什么工作不多 还不是提前加班加点的完成 蒂灵上下打量军青一眼 他还穿着早上的衣服 准备一下 今晚我们出去吃 出去吃饭 四哥是准备向他表白了吗 那今晚 岂不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约会 军青一阵激动 好 我 我马上下来 这身衣服 实在是太随便了点 这可是他第一次和四哥约会 怎么能穿得这么随便 抓着包冲进衣帽间 他翻翻衣架 取出那条 他新买的烟青色纱裙套到身上 对着镜子美美地化个淡妆 军青提上小包 脚步轻快地踩着高跟鞋下楼 停在门口的 不是D灵常做的黑色幻影 而是他很少开的骑士重装越野车 站在车门边打电话的D灵 已经换下身上的西装 军青停在台阶上 双眼惊艳地一出亮芒 四哥好帅 花痴几秒 他皱眉垂下脸 看看身上的小裙子和高跟鞋 银银银 这风格好像有点不大 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去换一身衣服 车边的D灵已经转过脸 军青明明唇 我要不要去换套衣服 不用 D灵主动他伸过右手 裙子很好看 伸过手掌放在他的掌心 军青笑盈盈地迈下台阶 四哥这样穿 好帅 好man 车子进城 在一家烤肉店外停下 D灵亲自点餐 坐下之后不久 各种肉和菜品就端上来 D灵认真地翻烤着架子上的菜和肉 见对面小丫头的 一对大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微微挑眉 饿了 有一点 这个应该可以吃了 D灵伸过右手 将一块烤好的肉放到他的盘子 军青看着盘子里 那块烤得焦黄的肉 无奈地塞进小嘴 我不是想吃肉 我是想吃 想你表白的呀 看他的样子 D灵只当他是真饿了 自己都没吃两口 又是烤肉 又是烤菜 筷子圆圆不断的 将肉和菜往他盘子里塞 时候不大 军青的小肚皮 就被他塞得满满的 依旧不见他说正事 军青心下 难免有点着急 四哥突然带我出来吃饭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对我说 D灵放下筷子 略意沉吟 你晚上有别的事情吗 难道要搞什么浪漫表白 没有没有 军青努力掩饰着激动的心情 今天晚上 我是四哥的 四哥带我去哪 我就去哪 大眼睛隔桌 注视着男人的脸 军青只恨不得自己主动向他表白 这个暗示 够明显了吧 四哥 我是你的 听懂没 好 D灵又加过一块肉来 放到他的盘子 吃饱了 我们去逛街 是 船长先生 军青夹起盘子里的肉 大口塞到嘴里 迅速嚼了嚼 咽下肚去 四哥 我吃饱了 D灵扫一眼自己盘子里还没吃的肉 一脸宠溺地笑着站起身 走吧 将车停在一下停车场 D灵直接将军青带到女装层 女孩子嘛 还不就是买衣服 看他只光不买 D灵疑惑询问 是不是没有你喜欢的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军青的心思拿在衣服上 见他询问 顺手从架子上拿下两套衣服 哪有 我有点挑花眼 四哥觉得这两件哪个好看 D灵的视线落在他手中的裙装 两条都是蓝色裙子 他甚至都没看出区别在哪 不过这些无所谓 男朋友不就是用来掏钱的 倒过小姐 全包起来 军青看看自己 并不是很喜欢的两条裙子 心下一阵哭笑不得 四哥您果然是有钱任性 担心他把整座商场买回家 军青实在不敢再逛 四哥 这些衣服足够我穿了 那 D灵看看左右 注意到楼层只是牌 眼中一亮 要不要去买点首饰 首饰 军青听到这两个字 小心脏顿时敲响一阵击鼓 四哥难道要带他去买戒指 好啊 我刚好缺几件首饰呢 军青忙不迭地硬 两人提着大包小包 来到二楼的首饰区 这一次 军青学乖了 四哥帮我挑吧 导购小姐 见二人大包小包提着 像是舍得花钱的金主 脸上也是格外热情 主动向D灵推荐 先生 不如看看这款 这是我们这一季主打的新款 D灵顺着导购小姐的指点看过去 视线扫过他指点的那款 落在柜台最中间那枚 放在盒子里的钻戒上 先生 您可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这一个系列最名贵的一款 钻石有两颗拉多 今天白天 当当有情侣买走一只 准备做婚戒呢 婚戒 D灵眼中闪过不屑 这么普通的戒指 怎么能做他的婚戒 不过就是给小丫头带着玩玩罢了 军青站在旁边 早已经是心花怒放 戒指是否贵重并不重要 若是四哥送他的表白戒指 哪怕就是一个铁圈 于他也是世间珍宝 D灵捧着戒指 向他转过脸 你喜欢吗 他挑的 他当然喜欢 很好看 军青伸过手掌 食指和中指故意弯着 四哥帮我戴上视线 捧住他的手掌 D灵的视线落在女孩子 修长如葱白的手指 目光掠过他的无名指 无名指是用来戴婚戒的 不合适 D灵将戒指微微一开 戴上军青的小指 女孩子手指细 戒指很松 D灵侧眸 有没有小一号 不好意思先生 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最小的款 导购笑着开口 其实这款戒指 适合戴在无名指 军青只当是二人故意创好的台词 但笑不语 嗯 我就静静地看你们演戏 D灵将戒指从他的小指上取下来 戴上无名指 戒指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松 男人皱眉 将他的小表情收在眼里 军青合拢手指 主动为他打圆场 果然戴无名指最合适 四哥 我们就买这个吧 导购小姐健壮 也是努力向二人推销 现在 我们正在做活动 如果您需要的话 这一款戒指 我可以找经理 给您申请一个最低的折扣 不用了 D灵淡淡回应 重新将戒指从军青手上取下来 放回柜台上放着的丝绒垫子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导购看他只是不满 脸上的笑容立刻冷淡下来 买不起就别带 看上去人模狗样的 原来也是个穷鬼 军青还站在柜台边 将这一句听到耳中 顿时怒法冲冠 什么东西 也敢嘲讽他的四哥 袖眉皱起 军青两手 撑着柜台玻璃 隔着柜台 盯住导购的脸 声色俱立 向他道歉 马上 歉 导购不以为然地撇撇嘴 穷就穷 还不让说了 拽什么拽 军青还要反驳 D灵的手掌 已经伸过来 握住他纤细的手腕 不要理他 将他迁到精品店门口 他松开他的手腕 在这儿等我 将手中的纸袋放到地上 D灵大步离开 片刻 他去而复返 手里已经提着一把消防斧 将斧子递到军青手里 男人的语气凭劲为言 砸到你开心为止 两手握紧消防斧 军青静止来到那名导购面前 最后一次机会 道不道歉 说他无所谓 说他四哥 半个字也不行 拿把破斧子 吓唬谁啊 导购扫一眼 他手中的消防斧 抬手指向垫脚 我可告诉你 这里可是有监控的 杂话一个 你赔一个 军青两手握紧斧子 抬手挥下 碰 消防斧重重击在柜台玻璃上 玻璃硬生破碎 眼看着军青真的砸碎展示柜 顿时大惊失色 捂着脸间叫出声 来人啊 救命啊 珠宝店分店经理从店后的休息室 冲出来的时候 军青正砸坏第二个展示柜 住手 经理立刻一声冲进来 看到转过脸来的地铃 吓得两腿一软 差点跪在地上 您怎么来了 地先生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珠宝店经理顾不得脸面 忙着陪着笑容道歉 是我们服务不周 请您多多包涵 听到商场经理这句话 首饰店经理目光错愕地看向地铃 他试 商场经理低声说出地铃的名字 珠宝店分店经理顿时如被雷击 军青在最后一个柜台前转过脸 四哥 还砸完 地铃连看也没有看珠宝店经理 你开心了吗 军青条条小眉吗 没有 四哥何曾受过这种气 不把这家店全砸了 他怒气难消 地铃站在原地 目光宠密 那就继续 军青再一次举起消防府 千万别 珠宝店经理冲过来 陪着笑脸恳求 小姐请息怒 我向您欠道 我们全体员工向您和地先生道歉 道歉 军青转过脸 勾了勾唇脚 笑容甜美 晚了 他不客气地挥下两手 砸碎最后一个展示柜 四哥 我砸完了 开心了吗 现在嘛 军青提着斧子站到他身侧 环视四周的一片狼藉 开心多了 地铃的视线扫过全身哆嗦的导购小姐 落在珠宝店经理脸上 从今天起 这个品牌不许再进驻我的任何一家商场 我公司旗下所有的企业 也不会再与你们的品牌有任何合作 地铃一句话 足以将这个品牌打回原形 导购呆若目击 珠宝经理欲哭无泪 车子驶出停车场 副驾驶坐上 军青还在低笑 我真的没想到 四哥也会有这么孩子气的时候 地铃微微挑起眉间 你不喜欢四哥这样 谁说的 军青侧脸看着他 美眸里闪动着笑意 今晚的四哥特别可爱 事情发展到现在 军青也知道是他想多了 大木头真的只是带他吃饭 逛街而已 并没有什么悄悄准备的浪漫表白 不过军青依旧很开心 买珠宝不新鲜 砸珠宝店 绝对是他穿越两个世界的头一回 今天这称不上约会的第一次约会 他们可以白发苍苍实 笑着回味 今天四哥带我做了一件 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我也要带四哥去一个 四哥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二人随着人流走进店门内 走进一扇紧闭的铁门 音乐声顿时扑面来 高台上 DJ夸张地晃着右手 灯光下 人影闪动 军青拉着他走向把台的方向 我们去跳舞吧 地铃皱眉摇头 我不会跳舞 没关系 军青拉着他挤进舞池的人群 他很自然地随着音乐摇摆着身子 示意他也跳 这会儿 音乐声已经从激烈狂躁的节奏 换上比较舒缓的音乐 灯光也变得迷离起来 上前一步 军青将他的两手 拉过来放到自己腰上 伸手圈住他的颈 这个很简单的 你只要跟着我前后移动就行了 凑到他颈侧 贴着他的耳朵 他小声指点 前进 一二 后退 一二 拉着我的手转个圈 按照他的指点 他前进后退 十二侧行 十二抬起胳膊 他就牵着他的手指在灯光下旋转 女孩子一发飞扬 精致小脸被灯光染得妩媚非常 舞池里的人越 来越多 空间越来越拥紧 两个人也是不自觉地越靠越近 军青收紧拥着他紧的两臂 男人原本扶在他腰上的手掌 也是自然地收紧 将他紧拥在怀 一男一女 如舞池里所有的情侣一样 亲密一威 四个 好玩吗 地灵低着头 夹贴着他的 嗯 音乐声中 一个女生在用粤语唱 一吻便偷一个心 一吻便杀一个人 现在DJ的声音响起来 不管你身边的人是谁 吻他 灯光暗下去 舞池内的男女们 很自然地拥抱在一处 军青从地灵的肩膀上抬起脸 抬眸看去 正对上他看过来的眼睛 这样的气氛 容易让人忘记其他 不知不觉地沉沦 四目相对 他踮起脚尖 向他靠近 他低下头 向他靠近 眼看着就要向处的瞬间 灯光突然重新亮起 应亮一切 一男一女回过神来 有些错愕地将对方放开 DJ台上 响起主持人的声音 现在 欢迎我们新邀请的电音公主 DJ莫妮卡 全场掌声尖叫 两人站在一片尖叫的人群中 有些别扭地互相地看看 地灵倾咳一声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军青捶着睫毛 好 两人一起挤出舞池 走出夜店大门 一路上 谁也没说话 彼此还在回味着刚刚 那就差一点的一年 走到无人的拐角 军青停下脚步 四哥 我好冷 转过脸 地灵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单薄的衣裙 抬手将身上套头T恤脱下来 套到他身上 认真帮他把一百拉好 还冷吗 抬眸 看着眼前只剩一件 飞色公子背心的地灵 军青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大笨蛋 是要你抱啊 谁要你衣服了 他埋怨地瞪他一眼 霍尔 又轻笑出声 难道他真的指望 他看几本恋爱心理学 就变成恋爱高手 将手伸进他的T恤衣袖 军青伸手 拉住他的手掌 快上车吧 夜深天凉 他可不想把他动感冒 两人重新回到车上 开上车回家 军青微微侧眸 看看专心开车的地灵 勾着唇脚 轻咬下唇 将车子拐上高速 地灵侧脸看向副驾驶坐 目光落女孩子轻咬着下唇的小牙 他数次欲言又止 车子拐下高速 石进大宅 地灵 将车停在大宅门口 到底还是开口 青青 其实四哥 确实是有些话 想要对你说 副驾坐上 女孩没有反应 也许这些话说出来 你会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四哥不想再这样隐瞒下去 策谋 看看歪靠在椅背上的他 地灵扶在方向盘的两手握紧 深吸口气 四哥喜欢你 不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 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 一秒钟过去了 五秒钟过去了 地灵握在方向盘上的两手 一点点地收紧 汽车内 安静的落真可闻 副驾坐上 没有任何回应 小丫头被他吓傻了 可是 刚刚他明明不是已经想轻他的嘛 满心疑惑和担心 地灵微微侧眸 副驾坐上 军轻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态 歪着头对着窗外 似乎连动都没动 地灵侧过身 凑近副驾驶坐 侧脸看向军轻的脸 小丫头头靠在安全带上 长睫毛低垂 小小的鼻翼 有节奏的轻轻吸动着 明显已经睡着了 男人眉间微皱 旋即 唇角又扬起一丝自嘲的笑蚊 小混蛋 他一本正经地向他表白 他竟然在睡觉 第二天清晨 陆文青站在客厅 先生还没吃早餐 再等等 还等 陆文青抬起手腕看看时间 眉头皱紧 再等下去 周五的董事历会都要迟到 楼梯上 脚步声响起 军轻提着双肩包 急匆匆从楼上跑下来 看着几人都站在餐厅门口 他疑惑地停下脚步 你们都在这干什么 地灵一大早就坐在这里 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 他就是在等他 事情开了头 再继续就简单 军轻看到坐在餐桌的地灵 他错愕的一正 四个还没吃饭 根本没有给对方开口的机会 军轻探手从篮子里 抓过一只早餐面包 转身就往门外跑 今天学校钢琴测试 我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四个 晚上见 酝酿一整晚 等他一小时 他一个字还没说 他就要走 站住 地灵急语出声 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 军轻疑惑地转过脸 四个有事 目光落在餐厅门口 抓着一只早餐面包 大眼睛亮亮 看着他的小丫头 地灵一阵无奈 快步走进厨房 地灵从冰箱里 取出一盒牛奶 又抓过一个苹果 一盒草莓一起塞到军轻手上 带着路上吃 谢谢四个 军轻笑应一声 转身迈出一只脚 又缩回来 抱着吃着踮起脚 在地灵下巴上亲了一口 四个也要乖乖 吃早餐呀 向他一笑 他心满意足地奔出客厅 坐进外面等着的车子 赶往学校 地灵心下那一点小怨气 瞬间被他轻走 唇角重新露出笑容 没有表白成功 至少也没白等 等到军轻完成钢琴测试 已经是中午时分 摘到何思韵的电话 他赶到学校食堂 与几人会合 大家已经帮他 订好午餐 军轻走过来的时候 几位同学正在讨论 学校的午餐 今天学校这是怎么了 竟然还提供免费的水果和酸奶 今天的菜也格外丰盛 油爆虾才三块 钱 个头比以往大多了 听在食堂打工的同学说 有大金主给学校拨了一百万 让改善学生伙食 军轻在桌边入座 谁啊 还能是谁 何思韵夹着一只虾 抬起脸 肯定是给咱学校 捐清运楼那位帝先生呗 听说他女儿在咱们学校上学 这清运楼和学校的钢琴室 全是人家出钱捐的 女儿 军轻差点把一只整虾吞下去 人家才二十多岁 那有那么大的女儿 是为妹妹捐得好不好 这妹妹也太幸福了吧 国家什么时候发我一个哥哥呀 没听说咱们学校有信地的 他妹妹哪个系的 咳 军轻轻轻咳嗽一声 咱们好像是来讨论音乐剧社的吧 对 言归正传 何思韵放下筷子 笑着宣布 下周末学校礼堂刚好有空缺 学校已经把时间段留给我们 海报我们送广告公司印刷 明天就能拿到 道具的事情 我也联系好了 几位同学纷纷主动报告 自己负责部分的工作动向 好 军轻点点头 下周开始 我们每晚都要排练 大家心里都明白 如果今晚军轻斗舞输掉 音乐剧社就要解散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辛苦一场 众人都是默契的 对此事只字不提 眼下这个时候 大家并不想给军轻太多压力 军轻环视众人一眼 主动开口 如果这次我输了 下学期一开学 我会动用我的所有的人脉和能力 再开一个音乐剧社 军轻轻轻咳嗽一声 波澜不惊地夹起一只虾 大家好好吃饭 吃完饭 我们还要上声乐课 饭后 军轻和往常一样 将众人带到钢琴练习室 何思韵主动走到前面 军轻用钢琴帮她起一个调 女孩子很认真地唱起来 很不错 就是换气的时候 胸隔膜还是有点紧张 上半身一定要放松 想象你睡觉的时候 特别放松的那种呼吸 军轻一边解释 一边主动示范 甚至还站到何思韵面前 拉过她的手掌 放到自己的腰上 让她感受腹部肌肉的变化 谁也没有注意到 钢琴练习室的门 被人缓缓推开 冷漠这次回来 原是来拿忘记的外套 轻轻推开门 听到里面军轻的声音 她犹豫地停下动作 知道他们在这里练习 冷漠转身要走 听到军轻指点何思韵的声音 她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 高音曲她始终唱不好 何思韵的问题刚好就是她的问题 听到军轻这么专业又简洁地解释 她似乎一下子明白过来 很好 军轻笑着拍拍何思韵的肩膀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想象着你的面前有一根蜡烛 将火苗吹歪 但是又不吹灭的那种感觉 转身走向钢琴的方向 注意到被人拉开的房门 她微微侧眸 感觉到军轻的视线 冷漠迅速将门拉紧 僵硬地站在原地 军轻猜到是她 只当没看到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我先回宿舍休息一会儿 晚上咱们李唐健 众人迅速收拾东西 军轻带头提着包出来 带着众人下楼 果然看到楼下不远处的停车位上 搏着那辆眼熟的蓝色跑车 她勾唇笑了笑 带着众人大步离开 楼上洗手间 远远看着众人走远 冷漠重新回到钢琴室 拿过衣架上自己的外套 下楼坐到车子驾驶座 取出那张音乐剧社成员资料表 男孩子注视着手中的表格 眉头皱起 若是平常的周五 住在本市的学生们都是早早离校 这个周五 注定是音乐学院的一个例外 距离演出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礼堂内已经坐无虚席 还有不少同学源源不断地赶过来 所有人都在讨论着 晚上的这一场斗舞 后台 街舞社的众人 早已经化好妆 换上演出服 整装待发 成千学也不例外 派出去的同学再一次回来 不等对方开口 成千学已经转过脸 来了没有 没看到 好像还没有 出去查看的同学答道 我猜他八成是不敢来了 我看也是 学姐 你别紧张 就算他来了 也是你的手下败将 几位街舞社的成员 纷纷为他打气 紧张 成千学掩饰住心下的几分烦躁 撇撇嘴 我是怕他不来好吗 正说着 学生会主席周少川 捧着花走进来 看到他进来 大家都是主动退散 将花送给成千学 周少川笑着扶住他的肩膀 校领导和大学生周报记者 我都请来了 这次全看你的了 周少川低头轻轻他的脸 语气又转为严肃 这次把记者请来 可是花了我不少心思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绝对不能输给军青 要不然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成千学捧着花点点头 心头的压力 又沉重几分 片刻 演出正式开始 经过两周的紧张排练 街舞社的表现 确实是可圈可点 开场群舞 动作整齐滑衣 充满朝气 随后是成千学的个人秀 为了在斗舞时保持充足的体力 他也是刻意将自己的读舞挪到前面 以留出休息的时间 舞台上的成千学 动感十足 动作柔美 又不失力量感 台下 军青坐在音乐剧社的几位同学之间 也是很认真的看着台上成千学跳舞 身体协调性 节奏感 舞台表现都不错 不过力量差点 军青微眯眼睛 很快就看出成千学的破绽 一曲终了 成千学抬手甩发 以一个帅酷的pose 结束自己的个人秀 全场掌声雷动 连军青也是抬起两手 为他鼓掌 在台下时 他只是观众 这是一个观众的修养 坐在前排的校领导 也是不住点头 请来的记者早已经站起身 拍下不少新闻照片 军青坐在台下 远远将一切收在眼中 只是暗暗摇头 非常感谢校领导和同学们 对我们社团的支持 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 但是今天的演出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就是本场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斗舞 在场的同学们都知道 今晚的重头戏终于要来 现在 有请街舞社副社长程千雪同学 全场 掌声伴着尖叫声 口哨声响起 程千雪重新走上舞台 他已经脱掉身上宽松的T恤外套 程千雪接过话 同 台下的尖叫声终于安静下来 众所周知 我和音乐剧社的社长军青同学 有一个斗舞之约 我们曾经约定 以舞会友 在这个舞台上绝出雌雄 受邀来的校长疑惑的侧脸 看向周少川 少川啊 这斗舞 是什么意思 校长您别担心 周少川回他一笑 这在街舞圈很常见的 双方有矛盾的时候 用斗舞的方式解决 不是打架 就是在台上比跳舞 校长大松口气 原来如此 比跳舞是好事 可千万不能打架 那是可是D家的小祖宗 别说打坏了 少跟头发 他都赔不起 我说 音乐剧社的军青同学 你怎么还不上台 是害怕了 还是不敢来 舞台一侧传过来 一个身影 缓步走进光亮处 那个身影缓步向前 看似随意 每一步都在音乐的节奏里 因为角度和帽子的原因 台下的观众 看不太清楚他的脸 所有的目光 都在他身上定格 这是军青 来到成千雪面前 军青突然抬起两手 做了一个推的动作 成千雪对上次的事情 还心有余悸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军青的手掌 却并没有真的推到他身上 就已经收回来 脚下踩着音乐的拍子 轻轻滑步 两臂轻震抬起 他伸出来的两手 拇指从上转向下 做出一个鄙视的动作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完全都在音乐的节奏里 不要说是成千雪 连观众都没有料到 他一出手 就已经在跳舞 两人的第一个照面 成千雪已经输掉一局 第一局失利 成千雪咬咬嘴唇 迅速回击 不愧是拿到全市冠军的选手 上手就是一串精巧编排 这种街舞 不需要太多高超的技术 但是想要跳好 也并不容易 为了挽回刚刚的局面 成千雪这一次 跳得也是极外卖力 每一个动作都是做到极致 最后成千雪 还加入一段快节奏的甩手舞 停下脚步 喘息着 成千雪抬起右手 向军青勾了勾 所有的视线 再一次集中在军青身上 在众人的关注中 女孩子缓缓地抬起右脚 向前迈了一步 又抬起左脚 向前迈了一步 台下众人还在疑惑的时候 成千雪却已经瞪大眼睛 这种舞式街舞之中 难度很高的一种 需要对肌肉 有很强的控制力 女孩子能跳得好的很少 成千雪已经练了小半年 依旧不认为自己 跳得足够好 军青抬起右手 如一只上过发条的 芭比娃娃一般 做出如电影慢镜头的动作 第一个手指的舒展 却都透着节奏展 台下 终于有人看出门道 雾草 这是机械舞 台上 军青做出一串 如坏掉一般的混乱动作 突然身体向后猛蛇 那种感觉就好像 是一只的娃娃 蓝腰折断 人们本能地绷紧呼吸 就件快要折断的 军青欠腰清明 已经重新站直身体 抬起右手 他一把拉开拉链 甩掉身上宽松的卫衣外套 紧身T恤 包裹住曼妙身姿 长发转甩的那个瞬间 帅裤十足 脱掉外套那个瞬间 他从眼神到气质 都已经与刚才不同 全场尖叫 军青抬手扶开长发 胸口轻震 如心跳扑通扑通 越震越快 随后 一段大开大合的快节奏锁舞 之前的慢与后面的快 形成鲜明的对比 带来观者极强的视觉震撼 台下的掌声和尖叫声 口哨声顿时四下响起 女孩子抬起右手 竖于唇边 做个静声的手势 全场安静下来 他左手抬起 做一个掏枪的动作 瞄准成千血 扣下扳机 无论是掏枪 还是模仿手枪后座力的震感 即微妙微笑 右动感十足 抬起手指 在唇边轻轻吹了吹 他一顿一顿地转过身 向观众喜有节奏地眨了眨右眼 然后垂下结帘 重新变成没有生命的芭比娃娃 整段舞不仅难度高 而且整体编排有情感有内容 哪怕是街舞的门外行 也能看得出来 君清的这一段舞 远比成千血的难度要高出许多 耶 音乐俱设众人 带头欢呼出声 不说别的 光是那一个下腰的动作 就已经足够让普通人折服 君清缓缓地抬起两臂 模仿着机械娃娃的动作 向大家鞠躬致线 随后抬起右手 向不远处的成千血做一个手势 该你了 成千血的表情 从君清脱下外套开始 就已经变得有些苍白 她是行家 当然明白 君清这一套武难度如何 不要说是他们的街舞社 哪怕是放眼整个帝都 能做到君清这个程度的女孩子 只怕也没几个 这一局 成千血又输了 侧脸看看台下的观众 目光略过前面两排的领导和记者 落在周少川身上 成千血心下暗暗着急 对方已经拿出这么厉害的一段舞 她如果想要翻盘 就必须用难度更高的舞来对抗 咬了咬牙 成千血重新走到舞台中央 几个简单的开场动作之后 她弯下身 以手称帝 开始一段高难度的地板舞 地板舞融合巴西战舞 体操和武术等动作 对舞者的力量要求较高 这并不是成千血的强项 只不过为了赢 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勉强支撑着完成几组托马斯旋转 成千血撑起身 想要以一个倒立定格的动作 结束自己的舞蹈 然而 平衡没有掌握好 手臂一晃 失控的倒摔在地 军轻战 在旁边 看出成千摔倒在地 很自然地跑过来 想要扶住她的胳膊 小雪 你没事吧 高强度的街舞 同样充满危险 走开 成千雪气愤地将她推开 学祖 社长 在台侧观战的街舞社众人 相继冲上舞台 七手八脚地将成千雪扶起来 你怎么样社长 没受伤吧 周少川也从台上冲下来 扶住成千雪 小雪你没事吧 成千雪轻轻摇头 还要走上来再跳 周少川一把拉住她的胳膊 抬起左手 示意音乐停下 小雪她受伤了 不能再继续斗舞 这一次就算是两摄平局 军轻不是傻子 不难猜到周少川的想法 是想假借成千雪受伤 来小市厅 周主席 凭什么认定这是平局 就是 明明就是她输了 音乐剧社的众人也是冲上舞台 站到军轻身侧 周少川新枝这样下去 无法扶重 她上前一步 小雪受伤 没有办法再跳舞 你们又不肯认平局 那我只好换一个人和你斗舞 大力你来 铃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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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